采访界一大耻辱,主持人迟到三分钟,惹恼王健林扭头就走,虽然都说钱不外露,但是那些各有钱的大佬知名度可不亚于任何大万明星,像企业家马云,王健林党在社会上的声望都很高,备受大家尊敬, 马爸爸和王健林现在偶尔有空,也会接受一下媒体的采访,向社会传达一些正能量,众所周知,马爸爸以前就是一位教师,他的思维逻辑能力非常好,王健林与马爸爸相比虽然学力没有优势,但是他的个人经历也是一本很好的商学教科书,他也经常会去给大学生演讲,要说王健林,他的一生也算是个传奇了,与他儿子王思聪的各种高调言论不同, 他总是非常谦虚低调,偶尔也会说出一句精神名言,比如那会让人望而生畏的小目标,千赚他一个亿,当然这是每个人周围的不同环境,造成的思维差异,如果我们身边也都是大老名籍,人生目标也自然而然的提升上去了,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王健林总是会表示自己现在已经不在乎金钱了,更在乎的是自己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价值,确实,当人的目标基本都已经达成后,人的思维也会转变,格局会变得更大,不再被眼前的金钱利益所迷糊,要知道王健林现在所拥有的财富,也是用自己大量的时间换取的, 对企业家来说,时间就是金钱,一点都是不能浪费的,说起这个就想起之前某位知名主持人手上有一个节目,想邀请王健林做嘉宾,为了约上王健林还特意提前了很久,约上了他,没想到约成功后,到了录制当天,王健林都已经到了,主持人和他的团队都还没有到,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,但是王健林脸上完全挂不住了,直接转身上车, 在上车的那一刻,他看到了匆匆赶来的主任人,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不录制,主持人迟到三分钟,惹恼王健林扭头就走,虽说王健林走了电视台,带来了不少的损失,但是毕竟是自己节目主持人的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